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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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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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禁宫禀告大王 大人的伤如何 你先回营吧 诺 大王 末将奉大王之命 悄悄去了吴国一趟 现已查明 吴人在江山一带开始打造水势 规模呢 眼下还看不出规模究竟如何 但从与造成的船物来看 所造之船空前巨大 打造了多少船物 大大小小师多之 且已寄齐了造船的工艺杂役共千人 督见水师是谁 已查明公孙雄 公孙雄吴国的大将军 如果这个水师由他来督造的话 那么将来水师的统帅也会是他 规模小不了 大王所料极是 你打探得很好 可是 你知罪吗 大王 臣不知 你不知罪 你是寡人的什么人 大将军 还有呢 大司马 可是 你做了一件 戏人才做的差事 你还不知罪 臣已知罪 请大王责罚 责罚 你这是避重就轻 请 大王降罪 降罪 还是降职 大王 你该隔去林公府之职 不过 林公府仍有一请 降 请大王 保留林公府的君职 重任兵族 重任马府也行 只要留在军中即可 你只配做一名君族 谢 大王开门 林公府啊 我再说一遍 你是大将军 你要把眼光 抬高到国家利益上 就像 你的外父 懂了吗 知道了 大王 下去吧 谢大王 华子 顾城啊 微臣在 大将军腹伤了 揣宫里的御医 去到他府上医治 诺 下来询问司马大人的伤势如何 另外 赐大膳 给大人补身 谢大王关爱 大王所赐公医 以为末将诊治过了 不出数日 定能痊愈 请他人放心 夫人 夫人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公子之灵放在宫外实在是不好 夫人忍心 与公子分在两处吗 那王后议下如何呢 还是将公子之灵请回王府 给王府 下一个 再一次 见身叩见王后 夫人免礼 夫人 这事让你受委屈了 这算不得什么委屈 坐吧 你不必替唐历夫人瞒着我 若不是此事传到宫里 我还蒙在鼓里呢 王后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亏得你大度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去进宫来告诉我 大王 阿儿 有事吗 臣妾是有一事相求 先王夫人虽然刁蛮无礼 可他毕竟痛失公子 你这是为他求情而来 做母亲的 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在面前 却救不了他 一般人恐怕早就疯了 先王夫人还算坚强 他之所为虽然激烈了一些 却情有所谅 他根本没有把寡人放在眼里 他到处上蹿下跳 蛊惑人心 本来寡人准备把他 遣到先王的陵墓 去守灵的 也怪臣妾治后宫无放 大王 你就饶了他这回吧 臣妾会好好规劝他的 既然你开口求情了吗 那你看着办吧 既然 等等 等等 你要看紧他 如果再有差池 受牵连的可不光是他一个人吗 谢大王开恩 臣妾会看尽他的 那就好 子文之吴军打造水尸后 众将士纷纷献策请战 任为营出一支精兵 去烧了他们的船屋 已在打造的战船 我以为有理 你扯掉善战君族千人 由我和薛岸将军亲率 辈族硫磺火器 若昼服夜行 三日后便可抵达礁山 一举发起突袭 可保攻城 好 我也正有此意 既如此 我们今夜就出发 此作最好 但必须请得大王的旨意 可是大人 眼下士气正骨 等了大王旨意 恐士气已泄 是啊 大人 公孙雄虽已知道 我们发现了他的水尸 与造瓣之地 但他万万不会料到 我们竟会如此之快 发起突袭 我们只能以早 不以迟 不行 必须请得大王示下 我立即进宫请见大王 你们可在我府内等着 千万不可造势 务必要等我回来 听见了吗 明白 将士们主动请战的心愿是好的 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好 末将倒不这么认为 将 我们不能坐等其议和 我们应该对吴军水尸 实施打击 不可以 绝不可以 这样会破坏文仲他们议和的局面 我们可以偷袭啊 偷袭 何为偷袭 就是不让吴国人知道 是我岳国人干的 这倒是个办法 你们好好地商议一下 越缜密越好 武国水尸的情况 末将已经了解 所以应该不会失手吧 还是小心为事 喏 大王 要不要庆视军师啊 不用吧 这件事情 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喏 等等 不要有俘虏 不要派将军去执行这个任务 此次行动 干系重大 若火攻成功 每个人禁决三级 如若失败 你们就战斗到最后一任 本司马 奖赏分明 以身勤国者 你们的父母妻儿将折到重穴 这位 如若被俘 你们不能说你们是越国人 要记住 你们是楚国人 明白吗 明白 好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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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包围了 我们被包围了 明将军 抓到两个活子 押过来 押回营帐审问 本是向贵国严正抗议 抗议 抗议什么 你们一面与我国议和 一面去派兵偷袭我军 你们这就是不宣而战 吴使 你无事生非 无辜陷害我国是何道理 文仲代我大王向你们提出抗议 大人是有所不知啊 还是明知故问 你们不仅派兵偷袭 而且还化装成储君 企图嫁祸楚国 挑起无处两国争端 真是用心险恶 所幸公孙雄将军已将偷袭我军营的阅兵 全部歼灭 真是怂人听闻 即便真有其事 也绝非我越国所为 那好 我们带来了一份礼物送给大人 请带我们去贵国西围村一行 一切就清楚了 无稽之谈 我们去哪儿文仲都奉陪 走 走 村民们 你们都有谁家的孩子当兵去了 我们家 一会儿等他们来了 都带回家去养伤吧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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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快走 跟娘回家养伤去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儿子 儿子 我是你娘 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 你认错人了 我是楚国人 老夫人 大 你都看见了 这 这就是你所列的数种条款 这第一款便是互不相犯 没想到你们竟无诚无信 大人 这一定是个误会 你替我解释 别说了 回国 大人 儿子 大人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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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儿子 儿子 你醒醒啊 儿子 梵林 你 你混账 你没事骂我做什么 骂你 我 我还想打你呢 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 儿子 到底要责问寡人神吗 大王 因我军夜袭无国水师之故 因为事情泄露 王孙诺指责我 无诚无信 发出严正抗议以后 撕毁了几乎要谈成的合约 他为何指责你无诚无信 他无国有诚信吗 可毕竟 这次是我失信在先啊 不知 此事是如何发生的 臣就去问梵林 可他竟推说不知 你到底想查什么 总得有人负责吧 也好给吴国有个交代 为何要跟他有交代 文仲啊 文仲 我看你是忘了 忘了 吴国灭我越过 心不死啊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该有礼有节 大王 大王 司马大人在外贵而后宣啊 他有何事啊 司马大人自知有罪 请大王降罪于他 叫他进来吧 诺 大王 末将自作辱章又谋测不利 导致突袭吴军水师有败 又损失了两百名君族 请大王降罪 司马大人 死了两百名君族算得了什么 因你之举 破坏了岳无两国之间的关系 此罪才大 大人 吴越两国有怎样的关系 不仍然是你死我皇吗 招你之言 两国之间就一直你死我活下去 别吵了 大司马 是不是寡人将你的君职 你心存不服啊 服 好 那好 从今日起 有朱济营接替你大司马的职务 你仍在军中为将 不过 在他的帐下你效力 诺 大王 下去吧 禀告大王 叶雍大人到 大王 帮助 保就扔鱼一箱了 你明白就好了 臣明白 父亲请 姑父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急遇见你 拜父 您有何要事 天大的事啊 拜父请说 我刚刚听说 大王召见了叶佣 并且宽恕了他 这事好事 却不是天大的事 你呀你呀 就是不上心 难怪大王会免去你司马制止 偷袭遭拜 又损失了两百名君族 林姑府里应获罪 你怎么寒不明白啊 死了两百名君族 难道大王就会免去 你司马制止吗 那是因为文仲范离 他们主张议和 免去你 那是做给他们看的 其实啊 大王心里一定很不情愿 你知为什么吗 小叙不知 大王欲战 但又恐文仲范离 他们极力反对 所以才暗下心思不漏 姑府啊 你夫职的时候已到 请外覆戏眼 也用服出 这就说明 大王已经暗暗下了决心 要与吴再战 其目的无非是要加强 文臣中主战的呼声 可眼下 大王最想听到是 武将们的请战要求 本来大王 想先听到范离的声音 可范离也主张议和 大王很为失望 姑府啊 你应该率先 去向大王请战 请战 谢外父 大王君足临姑符求见 大王君足临姑符求见 将军 大王命你有话到明日的朝会上去说 大人 请再禀一次 令姑符是为请战而来 大人 是关国家大忌 请再禀一次 将军 大王已经同意见你了 快请吧 谢大人 小君足来请战了 好 说说你的想法 大王 末将理由很简单 武金水师 就是为了侵罚我官而打造 若代其有成 想再灭他可就难了 所以 我们无论如何 带其上尉成军 将其一举摧毁 你说的确实简单明了 但是 是否是你个人的意见 所有将士们 都与末将 持相同之见 所有将士 所有将士都有把握 武金水师的人数 大约三万人 我若主力进出 虽然也只有三万人 可武金水师的大船还没有造成 还不能进行水战 我若攻他 他只能与我们进行陆战 而 武金水师是由部分陆师 及新招募的新兵组成 公孙雄对他们 还未行陆战的训练 所以 我们若突然罚他 他只能与我们陆战 而且 没有战斗力 必然会惊慌之错 所以 我们会有必胜的把握 小君足啊 小君足 你只考虑了水师 你没有想到 吴子曲手中还有两万路是吧 而且就在王城附近呢 我们想到过 但 未能入大王寺之周全 好 不管战也不战 你都可以和朱吉英等将军 好好商讨 然后奏报寡人 遵旨 大王 陈庭仁说 夫差 势至为齐祖复仇 正在日夜备战 陈请大王 先发之人 挥师公吾 先灭其尚未有战斗力的 心边水师 师妹 休得蛊惑大王 且不说吴国实力强大 但说 我远道去罚 势必兵疲力竭 无若与我分起一战 我军必败 到那时 吴军挥师反攻 侵入我国 我军将以和兵拒之 吴军挥师 军师 你怎么看 臣以为文众大夫所言极是 血耻之国必将同仇敌忾 其事必不可当 我从军师的话里听到个帕子 连国府 范例 接着讲 大王 臣以为我们应该避其锋芒 保存实力 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把握与楚国的关系 以便无法我实 我们可以向楚国借兵 借两国之力 齐败无骨 楚国一自顾不暇 他如何向你借兵啊 大王 依臣之见 不仅不可先发制人 我还该主动向吴国示好 再次言和 再次言和 文仲 你说清楚点 大王 臣之所以 立主言和 是鉴于吴越两国的综合国力而言 越国不及吴国的一半 如果再战 首战不论谁胜谁败 拖上个一年半载的 首先拖不起的是我们 以前也是无强我弱 为什么会有罪礼之战的胜利呢 罪礼之胜 那是侥幸之胜 文仲 你何出此言呢 之所以有罪礼之胜 其原因无非有二 一是三百死士稳静 二是核驴浮灶轻敌 吴越若再战 死士之策已不可再用 再用也无效 我们当然不会再用死士之计 肯定会有其他的计策 出其至胜 请问还有何计何策 能再战而胜敌 众爱卿 对于文仲的言和之策 有没有负义的 且不说夫差 就拿吴子虚为人的霸道而言 他能容许我们再和他议和吗 看来没有负义了 文仲啊 你的言和之策没人苟同 我看可以料致了 请诈王三思 我们还要大王怎样的三思 吴京正开始全力打造水师 我们应该趁其尚未成军 战力不强 一击而击溃他 依你之言不计不能取胜 越国威仪 大王 林姑父实在是认不可忍了 文仲 想不到你竟如此的贪生怕死 把我大王中攻了你 你放肆 文仲区区于命算得了什么 我林姑父原理容不下沙子 更见不得夫人 大王 朝会议政 若容人身攻击 越国将永无凝日 林姑父 文仲虽欲 岂容他人如此击毁 将军何事啊 请指挥你家大人 就说林姑父前来拜访 拜访 那就求见吧 究竟是拜访还是求见 那就道歉 你何事得罪我们家大人 要前来道歉 你到底通不通病啊 将军恕罪 在下多有得罪 我家大人知道将军会来此 让在下再次恭候多时了 我家大人道 朝中事他现在已无话可说了 我家大人还道 将军若有闲 不如做些战备之事 胜过向他赔礼十倍啊 你家大人的话 比大林姑父还难受 将军走好 告辞 不送 承闻夫圣人行兵 上与天何德 下与地何明 中与人何心 一何乃动 剑可乃取 陈有闻夫圣之道 知为之始 不知未可占 知为之要 知即神也 所谓审战 一审赏 二审罚 三审悟 四审悖 五审生 六审思 七审天地之相 八审 中正人和 九审 拜见范大人 我家大人 请范大人到府上一讯 回去告诉你们家大人 说上朝的时候自然会见面 可我家大人让小的一定要请到范大人 说有要事相伤 我说过了 上朝之日自会相见 管家 送客 可是 请 小的告退 为何不来 范大人说 有事朝会长可以说 平时别来烦他 他要是怕烦 就不要出事为官吧 我说 站住 你竟不敢见我 找我有事吗 没想到你心胸如此狭隘 心胸狭隘 在这个时候你非要见我 你觉得合适吗 合适 非常合适 走 进府去谈 可我现在要去见大王 大王召见你了 没有 大王正忙着召见其他大臣 你急什么 走 你知道大王为什么忙着召见群臣吗 不知道 我看大王恐怕已经下了一战的决心 大王既然要战 必然有大王要战的道理 你又何必多管 你还给我赌气啊 谁跟你赌气啊 吴越再次一战恐怕很难避免 所以迟战不如早战 早战或许还有破敌的可能 若是迟了 就什么机会都没了 你真真真不堪 不是范离这么看 而是大王这么看 真是可悲可叹 眼下满朝文武 有人人皆持此剑 我本以为你会清醒些 没想到 你也人云亦云随波驻流 你说得没错 我范离不仅怕事 而且很怕死 我本想与你一起去历剑大王 避免一战 没想到 既然如此 告辞了 不送 我总的 不送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